女儿二十九了 一直没有合适的对象 为什么时候能有对象 什么时候能结婚 这是在二二年底的时候 一位新加坡的母亲留言 她说女儿之前谈过几段恋爱 但都没有结果 家里面都很着急 想让老师看一下 女儿到底什么时候能结婚 老师就起局帮她补了一挂 问她女儿是不是脾气大 性格好强 之前谈恋爱不是那么积极 母亲说确实啊 家里条件好 所以女儿都是娇生惯养的 她的对象 也都是男方主动追求 除了几个月就谎掉了 感觉女儿脾气不好 不太好吼 后来女儿因为这个事 干脆就不谈了 怎么劝也不停 老师告诉她 从卦象来看 你女儿的婚姻 还是要通过父母长辈介绍 或者是单位同事介绍 男方家的条件 虽然没有你们好 但人不错 诚实稳重 他们两个的缘分也很深 婚姻三合六合都很好 你女儿要主动一点 在二三年的农历四月 或者六月 可以谈成结婚 最晚不会超过农历的十月 但是男生桃花旺 一心缘好 所以婚后你女儿要看着一点 同时要改变一下性格 不要再争强好胜 好好经营婚姻 后来老师受到反馈了 果然在二三年农历的四月份 有人给女儿介绍了对象 两个人一见钟情 双方家长也很认可 要在农历的七月完婚 所以你们看 你会遇到谁跟谁结婚 看似偶然 都是冥冥当中的注定 都是老天的安排 前两天也发来信息了 说刚刚诞下一个可爱的龙宝宝 让老师帮忙 再为孩子取个健康 有福气的好名字 所以如果你很着急 女儿或者儿子的婚姻 后台私讯老师 我来帮你看一看 我来帮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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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